聖誠主,求祢靈禮我, 因為我整天呼求祢。 上主,祢實在良善寬人, 以仁慈後代呼求祢的人。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誠、聖誠的恩赦與祢同在。 大家平安。 保祐寫給特薩洛妮人團體, 跟他們講有關主的來臨、主的再來。 他说我们不会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再来 但是我们肯定的他来的好像是贼 在我们没有准备的时候 他就来到我们中间 所以保禄他就邀请在特撒罗尼的团体 他们要做好准备 那怎么做准备呢 就是生活在光明中 跟随耶稣基督当做准备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照顾 承认我思言心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得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神恩 恨恨各位教主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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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 万美万善的主宰 求你加深我们对你的敬爱 坚强我们的信德 并求你在我们心中 剥下爱的种子 使它发芽之长 在你的祝佑之下 得以成熟丰收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圣保禄宗图 至德萨洛尼人前书 弟兄们 论到主来临的时候 与日期 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 原来你们很清楚知道 主的日子 要像夜间的贼一样来到 当人们正在说 平安无事的时候 灭亡便突然来到他们身上 好像惨痛来到孕妇身上一样 绝不能逃脱 弟兄们 至于你们 你们并不生活在黑暗中 那日子不会像盗贼一样 袭击你们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 白昼之子 我们不属于黑夜 也不属于黑暗 所以我们不像别人一样贪睡 而要谨行谨慎 因为天主没有预定在我们身上泄怒 而是要我们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获得拯救 他为我们死了 使我们不论醒着或睡眠 都和他一起生活 所以你们应该互相安慰 彼此建树 就如你们一向所做的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我深信在这人世间 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 我深信在这人世间 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 上主是我的光明 我的救援 我还畏惧何人 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 我上害怕何人 我深信在这人世间 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 我只向上主请求一世 愿我一生一世 住在上主的殿里 您是上主的美善 参拜上主的圣殿 我深信在这人世间 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 我深信在这人世间 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 您要鼓起勇气 期待上主 您要振作精神 等候上主 等候上主 我深信在这人世间 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 咱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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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中间 兴起了一位大先知 天主眷顾了他的子民 咱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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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灵路亚 阿灵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个心里同在 共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下到扎里雷亚的科华翁城 在安息日教训人 他们都很惊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的话具有权威 会堂里有一个扶着邪魔恶鬼的人 大声喊叫说 拿着恶人耶稣啊 我们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来毁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天主的圣子 耶稣册止魔鬼说 祝口从他身上出去 魔鬼把那人摔倒在人群中间 便从他身上出去了 并没有伤害他 众人都惊合起来 彼此谈论说 这是怎么回事 他用权柄能力命令邪魔 他们竟然出去了 耶稣的名声便传遍了附近地区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我们在过去听到了有关耶稣 取摩 取摩的福音 在今天又是我们听耶稣取摩 那这个取摩是耶稣开始 他的公开生活 他刚来到柯华翁 所以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 他下到柯华翁 你说他本来在拿着了 他就来到柯华翁 在会堂里教训众人 那他教训的内容是什么 路加没有记下来 可能为路加来说 耶稣所讲的 不是说他没有记下来 但是就是在这个的机会里面 耶稣所讲的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耶稣的行动 他所做的 所以他就说 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 后面就提出了 有一个人扑着魔鬼 被魔鬼所扑的 以后他就提出这个人 那魔鬼在他身上 一看到了耶稣 他就含叫说 耶稣啊 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 他承耶稣 耶稣跟魔鬼的关系 他说你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在这个人身上 不只是一个 他应该是有一群人 但是后面就说了 我知道你是谁 不再说我们 但是我 所以这个后面的时候 我可能他就是代表 整个的 整个的 他后面的 这个的力量 那个恶魔的力量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天主的圣子 那 耶稣就辞职他 就说你闭口 你不要作声 你不要说话 你从他身上 走去去吧 事情就这样的发生了 魔鬼 就把这个人摔倒 他就离开 这个人也没有受伤 好 在耶稣时代 或是耶稣之前 在 那地区 在地中海地区 那边有 很多很多人 有能力驱魔 他们驱魔的方法 有很多 但是他们就靠着什么 靠着一些的 特别的行动 还有特别的咒语 来诅咒 这个魔鬼 那他们说 在 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 他们是用一些的草 有一些草 那这些草 会 导致 驱魔的人 驱魔 驱魔师 可能他自己也会 伤命 他自己可能会死亡 所以他们用了 其他的 那个技巧 用 其他的动物来代替 就是把 就是他的 我看了说 他们的做法 是把这些草 帮在这个狗 以后 怎么样 狗就会死 但是这个人 就会被救出来 所以为他们来说 能够驱魔 应该有一个代价 一个代价 不是 驱魔师 他自己的命 可能是有其他的代替 代替 他 他可能会 尝试他自己的性命 动物也好 但是在 耶稣的 驱魔的行动 里面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我们所听到的 什么代价都没有 他只说话 他说话 魔鬼就听命 他一说 你要出去 他就是真的 从他这个人身上 走出去 而他这个人 完全没有 完全是安好 没有伤到他的命 他的身体也是一样的 所以为他们来 在常的 为他们来说 耶稣这样的做 就是很特别 跟他们所认识的 他们所知道的 这些的 驱魔师 的做法是不一样 所以他们才说 他们非常的惊鹤 以后 他们说 连 他用他的 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 他用他的全能 他用他的能力 驱魔 他说话 事情就发生了 这个是 耶稣表达出 他与其他的 驱魔师的不一样 我们相信 耶稣是 我们的 医生 我们现在 也是 我们的驱魔师 伟大的驱魔师 那我们说 我们有没有 在我们身上 有魔鬼呢 我们有没有被附魔呢 我们可能 自己看不到 但是我们却知道 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也有这样的 这样的 不觉之灵 在左右着我们 在 引诱着我们 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 有权 超越 这些 恶魔的力量 所以我们 祈求 耶稣基督 继续保护我们 继续带领着我们 不放我们 继续在我们的身边 带领我们 避免 这一切 邪恶的来临 被邪恶 所作用的 相信 有耶稣在 我们就 安然无恙 现在让我们 把今天的 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 你 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 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 指导 我们的思想 和言行 使一切 都增加 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 传播 天主 愿你 以圣从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 今天的举止 节 以你的旨意 为卷神 求你 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向外 我们决意 把个人 今天的一切 苦乐 成败 奉献给你 并愿 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 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 你的生命 并未拯救世人 我们要把 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法上 终身是莫名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宣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宣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 依照你的群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 佩赐我们 圣神的恩重 求你 祝你 祝你 百分之 其安的 安慰者 圣神 亲赴于我们 其一切 信有的心中 求是我们 敬畏 及 孝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聪明 及 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超见 及 明达 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最高的 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 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 使一切 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 蓬勃发展 求你 使一切 基督徒 走向 同一步伐 并使 尚未蒙受 福音的 广大人民 获得 你的真理 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 三心人的意愿 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 受显扬 愿你的火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 给我们 利用的食粮 求你 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 宽恕 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先以诱惑 当救我们 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 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及圣神 将服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祝是我永远的残忆 圣国朋友与生命 我一生 我一生所心里 尊重 恳求主 与我同行 请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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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 我一生 所心里 尊重 感觉主 与我同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